今天要和你分享一道非常好吃的香煎禁鱼流 为什么叫禁鱼呢 因为我从商标上是这么写的 我理解它的口味和口感甚至一些叫法 应该是类似马娇鱼或者花娇 我今天这个做法用这种鱼做出来的味道是最好吃的 这种鱼在加拿大一般华人超市西人超市都会有 就是冰冻柜里面会有 你可以用类似的比如说秋刀鱼那种味道差不多 也可以用这种做法 化冻以后我们要做一件事 就是在上面薄薄的撒一层盐 两面都撒一些 就是淡淡的腌一下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够了 这样的鱼略微有一些咸味煎出来特别好吃 然后用一口不粘锅 油稍微多一点点 如果你不是不粘锅的话 是不锈干锅的话 一定要把这个锅先烧热再放油 然后再下鱼流 为了怕它溅油我会加个盖来煎 煎到一面开始焦黄 然后翻另外一面 因为这个鱼肉的肉质比较嫩 所以你翻的时候要小心 不要弄破了就行 然后继续煎另外一面 为了它均匀受热 我们可以换一换 因为鱼柳比较长 整个过程用中偏高火煎 两面都煎到金黄酥脆 也就把鱼柳煎透 大概只需要五分钟就行 然后往里面加蒜末 我建议大家用新鲜的蒜末 一汤匙或者更多一点 那我这个是瓶砖的蒜末 没有新鲜的香 然后让鱼柳在蒜末里面 一起翻滚一下 沾一些它的味道 之后再挤半个环柠檬汁 如果用青柠檬也可以 量不要这么多 大家不要怕酸 还有我还会放一点点的糖 就是撒在那个面上 然后让这个鱼柳在柠檬汁里 稍微再煎一下 一直到柠檬汁 基本都收汁完成 你看这个鱼柳的表面色泽就很好看 可以了就可以出锅了 鱼柳这样做呢 一点都不腥 而且你不要怕这个柠檬里面会酸 它作用在这个鱼柳里面 最后的味道会让它更鲜 没有一点的酸味 如果略大一点点酸 一点问题都没有 大家大胆的试一下 这个做法非常简单 乔夫忍不住了 这个鱼做的真的太好吃了 真的太好吃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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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